好,再來我們現在要 如何拍這一張齁 我們想要的這個模擬照片齁 好,來 第一個動作齁,好,我們現在 這個材質上好了之後,我們要給他陰影 陰影有兩個部分齁,第一個部分 這裡要點開,使用太陽陰影 欸,這裡看不到對不對,好像有 光線的感覺齁,這基本上是 做什麼用齁,這其實是 那個 ScheduleUp在做 模擬建築的時候,要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個時區 啊 他可以 去模擬,欸 你的 這個建 建築物在 哪一個季節齁,這是幾月 幾月份有沒有,6月份有沒有 7月11號 中午 好 的一個 那個 光影變化了齁,最好 你這個 南北做向 面向哪邊就可以知道這個光影的變化了齁,可是我們現在沒有 做這麼 做建築齁,我們只是在模擬 陰影齁,好再來 第二個步驟,要把這檢視裡面有個 陰影打開,有沒有 這個就有陰影了 好,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 如果 我現在要讓陰影長一點 好 不對,這裡長一點,有沒有 這是下午 好,這個中午 有沒有 好 好,再來 好 這邊你可以看喔 這影子很奇怪,怎麼會再卡在一半 好,這是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他這有一個模擬的地平面 好 我們是在這個地平面底下 好,我們先把這個東西轉成元件 建立 好了,之後我把它 打開 有沒有 把它群組起來,等一下我們移動比較好移動 好了,之後你可以看 我現在把它往上移 有沒有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了之後 OK 好了,之後 好 我們這個是 那個 鏡頭是用平行投影 平行投影跟 我們一般在拍照會有一些鏡頭 的景深 對不對,鏡頭視角的運用 好,這怎麼用呢 來,你注意看 這裡 我們先用這個 你 離那個東西的遠近 這 這裡有一個目視高度,我們改成200 有沒有 好,200mm 好 因為你這個東西到底多大你不知道嗎 好 所以你看改300 有沒有 有沒有慢慢變靠400 有沒有 你的東西是慢慢變靠 再來 按這個 好 這個 你記住喔 因為這裡是測量 因為我們按這個 基本上應該要出現 視角 因為我們這個是平行投影 好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 透視 有沒有 透視 所以你看喔 透視有沒有 這裡就變成視角了 好 60度 所以你看我們變成120度 你看到東西是變大 變多了 而且會變形的很厲害 越近它變形越厲害 好 所以我們再來一次喔 我們先 從上市圖來看 好 我們先人 給他這一個 好 定位點在這裡好了 好 好 比如300 有沒有 好 你可以看我進 我現在 視角 用少一點 有沒有 這就好像我站很遠 用什麼 用望遠鏡頭 視角越小 就是望遠鏡頭嘛 視角越大就是 廣角鏡頭 你看 120 就廣角鏡頭 所以你自己要看一下 好 你要距離它多遠 比如我距離它這樣子就好 好 高度200 有沒有 好 300 好 200就好了 好 再來視角 我變成 30度 好 好 這個時候要用 這個 移動一下 好 好 我把高度 再改一下 200 300 因為我現在沒有設定位點給它 沒關係 好 比如我像這樣子喔 好了之後 現在我們就可以運用這樣子 可是 我們以後可能會常常用到這個角度 所以 這裡有一個視窗 場景 場景 我們就加這個場景加進來 好就按加 這是場景1 如果 想要再調整一下 看 有哪一些場景 或是哪一些角度適合我們 的 所以你看看我現在改成200 我現在想要用一點仰角的感覺 好 好 好 我鏡頭 可能我要變成 60度 有沒有 稍微有一點仰角60度 我再把這個加進來 所以你看我要這個場景的時候我只要點一下 就到這一個了我要到這裡就到這一個 有沒有 好你就可以依照 你講要拍的角度啊 或是感覺啊 去設很多場景 所以我老師再試一次 我現在在這裡 用這個稍微把它 對過來 好了之後用視角 應該仰角一點 我現在想要做仰角一點的角度 我用6 高度600 好 有沒有 好了之後 視角 我點選這個視角 我點選這個視角 應該 好 有沒有 15好了 好 再加一個場景 好了 之後 比如我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角度不錯 我要把它輸出出去 這裡先把它關掉 這裡就有一個輸出 2D圖形 一樣這樣選 最好是選JPEG 這有個選項 你可以依照 你所需要的大小 好 比如我要200 好 好 確定 2000啊 不是200 會出 是 好他就幫你算土算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 好了之後 有沒有 這就是 大概的模擬圖 可是 基本上我們還要用photo去增加他的 一些光影變化 而且我這裡沒有用柔化 所以這個 顏色會比較 奇怪一點 所以基本上還要用photo去修啦 有一些地方 修的光影變化大一點 所以以上這個就是把它照片化點證化的 一個步驟